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那我们今天应该是 接着上次上到 我们应该今天可以把 这个单元到后面的话 应该是把今天就把 苦地跟吉地的介绍 讲到这边 昨天应该上次我们看到的话 这边应该是已经开始从 因果的那个地方开始来讨论了嘛 所以我们上次应该是 吵到讨论说什么 这边来讲的话 他已经从开始来 是说从不顺因而生起的话 去折子嘛 因为这边上次不是有说什么 唯有从风等而生起的 唯有从四大等生起的话呢 我如果没记错 我们已经到从 唯有从四大而生起这个地方 已经讲到这边 我们是不是上次说什么 从盐而生贪嘛 胆而生撑 风而生吃的话 如果认为这样子的话 有什么过失 我记得我们是讲到这边 和我们应该会到这边介绍之后 和我们应该到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开始会介绍 从灭地跟道地了 和后面就是把第二屏最后面这边 这边介绍完我们再看了 因为这边来讲的话 应该文字上应该都还没有那么的复杂 就跟我们以前在上那种 说从破斥那种 有一个长的大智在天 因为它是什么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什么 如果是从长的大智在天而生起的话 自从所谓的什么叫不顺因而生起吗 从一个长的东西 怎么会生出一个无常的东西吗 对不对 它是说这个不顺的这个因来讲 所以在上面的讲的逻辑 或者在前面那个从这种 长的大智在天而生出万事万物的话 这边所用的这个逻辑 或者这个理呢 又是在这边 又是用差不多是用同样的一个理 在去做辩论的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上次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呢 我们应该到这边呢 我们是 我们应该已经到哪里的话 我们应该是到了 这边不是有两个科判吗 这边有两个科判是从哪里 这边是从什么 是应该在哪里的话 我们说没有符合到 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来讲说什么 是唯有从风等而生起的时候呢 唯有从风等而生起的话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两个来讲说什么 是风等跟谭真 这个风等是什么 就是刚刚讲嘛 就是盐 胆 风 这三者三毒 应该说三种病而生出三毒嘛 他认识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什么 第一个是说什么 没有成立其 或者说这个因果没有成立嘛 我们是不是上次来讲的话 这应该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 这边来讲的话 他是不是分出说什么呢 就是破围从风等生 跟迫迫违是由世大而生起的话呢 这什么 第一个科班是不是说什么 是略是英国之相不成立嘛 就是什么这个风等 这三者 就是这种三病 与疾三毒呢 贪嗔之三毒呢 他是没有成立英国嘛 他没有符合到英国的这个定义 他主要为什么没有符合到英国的定义 我们上次是不是 他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 不管别的怎么样说来讲的话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 他没有那一个 谁有谁遮的那种是什么 就是如果有其果 一定要只有这个其因 如果没有其因 就没有其果的 这个关系如果是不成立的话呢 这一定不会有一个英国的关系嘛 我们上次是不是说这是英国法则的 一定的这种的法则是什么 就是如果这个果一定要有这个因 和如果没有其这个因 这个果一定不会产生的时候呢 所以他刚刚就讲嘛 这个是为什么如果 因为我们看到什么贪嗔痴等升起 不一定是医者只有说什么 炎胆风三者来讲 或者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种所谓的三病相等的话呢 变成这个人的三毒都要相等都有的 或者这个都要从三疹病而生起的话呢 这是他的过失嘛 所以这在以上来讲的之后呢 这应该我们在上个礼拜讲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蟲是不是他从略讲或略是其 为什么没有这个像 他说什么 蟲要准备说是 这边他说什么祥识或者说广识嘛 就是广去宣说说 为什么这以上的话是没有符合的 这个如果前面的这个短的了解 后面这个应该都大概都了解了 这个只是他用不同的 比较广一点多一点文字而去讲的话 前面的话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我们刚刚讲的 没有这个因果的这个道理了 没有这个若有其果一定要有其因 或者没有这个的法则的 没有安利的时候呢 所以他没有这个因果关系了 好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在哪里的话 这个来知道我们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哪里的 我们是到 应该到上个礼拜应该到这边 我们到了 来一个 我们到 对不起 我应该这边来讲的话 应该是到了 我这边的话应该是第一百五十个祭送 这一百五十个祭送来讲的话 那我们先看什么的话 它是什么的话 这边来说广市的话 从广市它可以分为什么 它分为两个科判 那广市去分为这两个科判 是什么是说 为什么它说 真简不同则非因果 什么来讲的话 这什么意思说 你看如果你说是因果的话 是不是这个因真 这个果也要真吗 这个因简的力量简的话 果也应该是要解的 难要说什么 难要说这个因真可是果简 或者说是因简果真的 或者不应该有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什么的话呢 因为这个两者的一个是什么 它增长发扬光大在增 或者说什么被减弱 这个的关系在这个当中 其中来讲的话 这两个没有因果关系 它没有跟随着 因为我们刚刚讲 不是说是有盐病重的话 应该是 我应该说 我这个礼拜我有去查了一下 说盐 主要在藏文这个盐的意思是什么 是它比较是跟什么 是我们现在的医学 比较说什么 像那种内分泌 跟淋巴 淋巴那种的 这个叫什么 这是盐的系统 而风是什么 是我们是怎么说是里面的气息 而胆是什么 它是主要它的消化系统 这边的在藏医的这个 来讲是什么 盐是那种内分泌 跟不能说 我不敢说是百分之一模一样的 因为很多的这种的藏医学 我也不是专家那样子 我说我常常才在复习老师以前 讲的老师也是说什么 说这边应该是有它的原因说 盐生瘫 胆生撑 风生吃 应该有这个 可是我说应该有什么注解 或者有什么外道 或者说有什么医学 在藏医可能有这样讲 可是我们在什么 我说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什么 应该是风生撑吧 或者说因为是什么 是生气 应该顾名 你看生气 气旺的时候应该是 生气的来讲 可是什么 老师也说我们都 因为这不是我们在专家的 可能有可能是 要去了解 比较了解是什么藏医的 医学的方面 才比较详细的去了解 可是这边来讲的话 它的意思主要是什么 从科判以后 我们就知道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看 有些人不是什么 他如果是什么 盐 蒸的时候 可是又没有贪 或者说什么 他很贪很壮 可是反而是什么 盐完全没有的话 那没有符合到 这种关系来讲的话 你怎么会说是有因果关系 它怎么会有因果关系 这个没有这样符合的话 就代表说什么 它不应该有这样子的 因果关系产生 是不是这个科判的意思是什么 增减不同 则非因果 是没有那个因果关系来讲的话 第二个说什么 弱势则有极大的过失 那什么呢 假使 我说实际上来讲的话 是没有这个因果的关系 没有实际的 可是我纵使说 以说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以 他还是以刚刚的概念 就是什么 以三病跟着有三毒 三病生三毒 来讲的话 纵使是他们是有因果关系 有增减的关系 你一定会出有极大的过失了 有极大的过失 会产生 而这个不仅是说 他没有这种的增减 是我纵使我说 我让你跟你说有增减的 以这个来讲的话 你犯大的过失 像我们这种过失 什么是说 如果不需要因果的话 我如果不需因果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入中论常说的什么 或者 入中论这边所讲的是什么 是说 如果有地时存在的因果的话 那则不是什么 从黑暗能生出光明的 从等等来讲的话 是这个来讲 不应该依靠的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没有因果关系了 如果你说有地时存在 有自信存在的 这些因果来讲的话 则什么 从万事 一切的东西 能生出一切的果 一切的因 能生出一切的果 这叫什么 这叫极大过失 就是很夸张的 就是很夸张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常常 我们在辩论的 以前就有这个习惯说 如果这样存在的话 则兔子脚也要存在了 或者连兔子脚的长短都存在 就是说什么 就是这叫极大过失 就是很夸张的过失 就是如果你承若 如果你这样子承许的话 则变什么 连兔子脚也会有了 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有了 这样子承许的话 这叫什么 叫极大过失 而第三个可把你这边来讲说什么呢 与己断同过 就是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以上的过失 因为他会认为说什么 如果你说我这样子有自责这种过失的话 那不是你自己也有这样子的过错吗 所以这边变成是什么 你看我们这边等于是说什么 是有破他中 立志中 跟什么断真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色类学里面以前的 他 为什么在色类学的课本里面 每次都是什么 就是破他中 立志中 断真 就是这边先去 这边有什么过失 这个来讲 看着什么 立出自己的说辞 可是当立出自己的这种说辞的时候 人家当然也会说什么 你不是也有一样的过失 你一样有这样子的过错的时候 他是以这样子为说 去遮止 或者把他人的所说的都过错 为什么是我们自终是没有这样子的犯 以这样来讲 所以他科判来讲 虽然是我们在四量论 没有看到他说什么 破他中 立志中 断真的话 可是他的那一个逻辑 那一种思维 那全部都在这种科判已经都出来了 好 看第一者是什么 是说什么 是立因跟成立其相 立因是什么 是说出这个 立出这个 破除 破除 刚刚这个因 就是我破除什么 我破除说 这两个有因果关系 就是三病 我们就是 刚刚大家 如果以后我就是尽量 我就是用这个 三病跟三毒 我们是不是三病就是以 盐 胆 风 以三病 以三毒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谈生吃 和这个来讲是什么 现在要立出什么因 说 为什么要去破斥 说这个三病跟三毒 有因果的关系 要去破他的因 破了这个因之后 还去成立其相 就是 大家要记住的话 他后面常常会讲的 他说有一个根本因 跟之分的因 那根本因的时候 如果他说是 成立其相 是什么 我们 一个正因是不是要有三相 是不是一个正因要有三相的话 正因的三相什么是 中法 同品片 异品片 所以 如果这个因是成立的话 他的中法要成立 他的同品片要成立 所以他会说 成立其相 就是什么什么 要证明是这个例子的中法有成立 证明这个因的同品片 或这个片也成立 他就在后面这第二刻板 是这个来成立的 好 应该就是一样 这边是有一句又一半 就是六句话 一记又一半 是什么是 他说 这什么的话呢 这个大家有看以下的话 他这边有一个73的小字 这个有时候可以 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在藏文的这边 科办也会有讲到的什么是 在这个版本的话 我们在藏文有许许多多的 不同的适量论的翻译本 和如果以 这种印刷版的话 在藏文以前有比较 几个比较有名的大藏经 有一个是什么是 我们叫纳唐版 纳唐版就是什么 就是撒迦派的 撒迦派的最早的那个集合的大藏经的时候 是什么是由撒迦班子达 就是撒迦五祖 我们常常听到撒迦五祖 就是什么 大家可能别人没听过的话 我们在历史上有听到什么 有没有有忽不列汉的国师 叫巴斯巴 有个叫巴斯巴尊者 巴斯巴尊者就是什么呢 也是他成立了发明了什么 蒙文嘛 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蒙文 那个早期的蒙文跟我们 早期的汉文一样 不是我们这样子是从 不是这样左到右看 我们是右到左看 跟我们早期的汉文 你看我们早期汉文书不是也都是 这样子看是这几年 才开始有这样的话 早期的蒙文也是 他是上下 右到左 现在的蒙文是变什么呢 他们说现在的蒙文都不是真的蒙文 是最近在变什么 都是用那种罗马拼音的 很多是用罗马拼音去做的时候 可是我说我们大部分的 大家如果去像什么 像故宫啊 或者看哪里看的这些来讲的话 都会看到那个蒙文都是 就是右到左的这种的 早期的这种学法 这都是什么 就是由八十八尊者而发明的 所以八十八尊者的话 在撒迦历史他有五个 五个主要的叫撒迦五祖 我们常常看到他中间有 五个人的这个堂卡的 这个时候撒迦五祖 他们是最早把那种大藏经 跟不管是甘朱尔或丹朱尔 做一个汇集 汇集 以前的在这个之前的话 可能是有很多的 有点像我们什么 像我们现在在台湾的 这种翻译的这种时间的一样 这什么是各个人 各个团体 各个的别人 自己翻自己的 所以就很多很多翻译本 很多很多的 很多闪的 所以不一定 我们找不到说这个人有翻过 还是没翻过 你看有时候人 我比较有感觉就是什么 常常会人家说 格西尼某这个翻译本来问我 我说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翻译 或者我也要去找 或者去拜托人 那时候是什么事 等于是八十八尊者的时候 有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整理 所以他们现在在撒迦 撒迦派的这个寺院的话 他在那边有 我昨天才看到 他在大殿里面 还要保留那个时候的经典 他大概已经快一千多年的 有留了一千多年的大藏经 所留下来的话 他是第一个整理的 那个版本我们叫什么 叫纳唐版 以前在西藏 如果有可以整理过大藏经 这算是浩大工程 非常大的工程 所以他说什么呢 这一句的说什么是 不仅仅是 就是撒迦版的这个大藏经里面 因为我发现我不知道 我对我们中文的大藏经 我没那么熟悉 可是我知道我们中文大藏经 也有好几本 像我们有什么 像万智序帐啊 有什么像乾隆大藏经啊 乃至现在最近近代有发现什么 哦 佛光大藏经 等等的话 可是我们的大藏经 好像没有整理到西藏 那么的详细是什么 是西藏的大藏经 它会有干诸尔跟丹诸尔 干诸尔就是什么 就是佛说 佛说的话为干诸尔 以佛经的注解 是为丹诸尔 一一一一一 不是所有的注解 而是说什么是 以印度的注解为 收在这边讲为丹诸尔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当然每一个版本 每一个版本都有不太一样 可是以一般普遍来讲的话 我们说 拉萨版的话 它的干诸尔有108含 有108含的经典 它以丹诸尔有223个的传诊 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说 他要去受甘诸尔的传承 或者要说丹诸尔的传承的话 有在这样子 我所知道的话 像目前很多人大部分 我还没受过以后 有机会想去受这个 是什么是甘诸尔的传承的话 要传的话 大概一般要传 大概要传三年 和传三年的话 一次大概是传两个月到三个月 一个月是传两个月到三个月 按预计是在以来讲的话 和甘诸尔的话 他们已经说在223本当中 大概有52本还是53本有传承而已 我如果没记错 大概有52本 53本有记错 所以这次在早期 在哲邦寺有一个 专门去找这个传承的时候 所以你看 尊者是不是有很多的 这些的 没有过的这个传承 都是从什么是 从日中仁慕切那边去得到 因为那时候在寺院 有上一代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仁慕切 叫巴南仁慕切 他在哲邦寺有传 有传之后 按仁慕切那时候 尊者把他派回去西藏 他去西藏的时候 要去找那些传承 希望说早回来 他再回来印度传的时候 他回去西藏的时候 那个车子 那时候在翻山越岭的时候 车子很不慌 车子掉下悬崖 所以仁慕切是因为这样子 回去传承 可是他还没回西藏之前 有把已有的就传完 所以现在在印度这边 很多那时候的仁慕切 有这个传承 是因为这个仁慕切 有传过这个50多本的时候 所以像什么 像多顿仁慕切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时候 他在什么 最近在蒙古 在传那个甘筑尔的传承 大家有听到的话 像我刚去印度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记得 在党中沙拉的另外一个店 是在那个 我们不是有看两个店 有一个大昭寺 有一个十轮店 在十轮店里面 所以我想说谁在传 那时候是日中仁慕切 那时候他还是讲这区仁慕切 他在讲这区仁慕切 他在那边传大章经 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很重要 就是只看到 好像有一个人在那边传口传 还有一些人在听的时候 可是一般这是很重要 如果大家都觉得 那时候以前 在西藏的话 如果传过大章经的人 他们就叫干猪喇嘛 干猪喇嘛 就是他有传过这种的 干猪耳的口传来讲的 因为这个也要 两方都很有耐心 我就开一个玩笑 以前有一个前几年才往生的 他好像活到103岁 看之后大家都叫他干猪喇嘛 可是他很好玩是什么 是他说刚开始他去拉达克 好像有人请他要传大章经的口传 他那时候还蛮多的人 可能有整个大殿 传传传 因为传太久 你看一直传要传过五六个月 到最后传下去只剩下什么 他说剩下两个人这样子 因为大概就是只有他传 和旁边左下就是一个侍者 另外一个听的人 全部的人都已经传到最久了 就都没有人 我们就这个也可以当干猪喇嘛 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因为太口传 因为你看有一函 我们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那个一函 比较短的一函 我们一般来讲说什么是 波尔八千颂 波尔八千颂来讲是一函 和以一个人要念 就是比较快的来讲的时候 以中快的数字 像我的话 我应该可以一天念一函的 波尔八千颂 一天很努力 从早上可能是 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传传 念念念念 不是传 就是要念 念到可能要念到下午四点钟 可以把波尔八千颂念完 和我们这次还在开玩笑 我们在说你可以念多少 你们念一函的波尔八千颂 和这次我们去 因为大家知道我去像大招式的时候 我常常就是借助我们有一个 在大招式当经书老师 他们一直在问他说什么 他说你一天 因为他觉得他念得很快 他说你一天可以 老师在问他说 那你一天可以念多少 我说我可以念一函半的八千颂 那样子 我们说什么叫一函半的八千颂 不是一函就一函 两函就两函 怎么有一函半的 他说我很努力 我可以念一函又一半 什么叫一半 就是一半的八千颂可以念 我说还要传一函半的 那哪有人这样子 那他就说 以我们以前来算的话 就是大概是 念的还算速度不慢的人的话 大概就是一函半的 那差很多 如果念快的人 我们 我不知道他们说 他们在西章里说传这个法 所以他们就说 传这个法念速度到很快的是什么的话 他们说有人有练到 或者有一种修法 所以说什么 他说那个人 半个小时就可以把八千颂扭完 这样子 他说到最后什么 他两边是拿两瓶水在这边 他两寒在这边 他是这样两寒在一起翻 在一起说 还有人家那时候 他们都不相信 这样子在念 所以可是说什么 他说有人在跟水的话呢 那还是可以跟着 可是我们不知道 可是有些人真的是有练到这样子 像我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 因为特别是我们 人对式的深重 或者在那个区 他在查雅 这个区他以前就是训练的 像查雅荣不切 他自己就说 他说他小时候训练是什么 他们 他是不是就常常说 他说他老师有一点那种 有点变态 为什么他说他老师变态呢 因为他说他在训练念的时候 他要什么 要顺着念 他顺着念的时候 老师变态从什么 道子也要念那样子 他说道子也会念 和别的我不知道 像我跟光荣不切 在传的很久法的时候 荣不切应该是 他们那时候在说 在印度来讲 他是应该算 数一数二的快 他应该是 别的啦 别的人说很快的 我都觉得说 我没有亲自到我不知道 像荣不切来讲的话 我们看过 他应该他一天 他可以可能 我在猜 应该可以念到 三寒的八千手那样子 他是什么 那时候荣不切说什么 他在老师 逼他在练字的时候 他说他还没有去 拉萨学经书的时候 他就念过了 四次的大藏经 跟四次的父子三针的全集 就是为了这样 他念出来 所以他说 那些都一直念念念的 以前在他们家乡 就是一直要把他逼得 所以 那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刚开始在念字的时候 还记得老师也是这样子 他们说什么 要训练到说什么 我们念一整夜的备业经 是什么 是 他要训练大家是什么 最好 他说最厉害是什么 是一口气 不要换气 那就 就是 不要让你换气 他说如果没办法 你至少要念什么 三行 不要换气 所以他们那时候很忌讳 说什么 如果有人要 那就觉得说 念得很慢 所以那时候也会被老师骂 老师就一直逼你那样子来 所以他逼你一直要念的 所以那时候老师都会选 很难 很难的文章 就是越难的文章 越有考进 所以那时候老师是 给我们考了什么 都是考这个 适量论 他说 适量论的文字是 最不顺口的 那个很饶舌的 来念 那总之今天这个是 比较旁边的故事 大家听到说 在藏人念的时候 那怎么来讲的话 他说这一个祭宋 这是什么呢 就是 若祭贪等事 这个事句来讲的话 在纳唐版 就是撒迦版的这个大藏经 以及什么 已经之后北京版 北京版就是什么 那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说 在清朝的时候 等于是藏系的法师 很多都是当国师嘛 像我们现在看到说什么 像雍和公啊 或者现在什么 张家活佛啊 或者 那时候在西藏很多 一个国会叫什么 糊涂可土啊 而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由 清朝的那种风诀来讲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 也花了很多的国库 去做了很多的佛法 像什么 像故宫博物院看到 像什么 像龙藏经嘛 哦 那个时候 他们所写的这个龙藏经 他们还 花了什么 聘请了这种的 国师也好 或者聘请法师 来做了一本的 大藏经的 的汇集本 或者审查本 他那个说什么 那叫北京大藏经 所以有一个北京版的 这个大藏经来讲的话 在这两个版本来讲的话 在撒迦版的这个大藏经也好 或者在这个什么 北京版的大藏经来讲的话 这个祭送都没有 就是刚刚那个 这个我们说 若祭贪等寺 这一个祭送 所以 这边来讲我就觉得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翻译者 有时候他 不需要做的注解 他会自己做注解 这个时候 应该要做的注解 他没有做注解 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来做 我们来讲 应该说有一个注角的话 我们藏文这边的注角 有做的 他这个注角的 他没有把它编到 他只把它很简略说 此祭送 在本注释中是没有出现 没有注释 他只把最后的那一本 前半段他都没有写 我们这边的注角 是什么 是说 在纳唐版 以及北京版的 这个祭送 就根本没有这个祭送 以及什么呢 以及以前在 丹珠尔当中 就是什么 就是 不是西藏的 是印度的祖师大德 因为印度的祖师大德 一定是离原文比较近 也是跟注解比较近 所以我常常 我们那时候 在西藏他们说的 一种说法 说什么 他说 现在也有人问说 你看 有没有所谓的 有没有大圣佛教 有没有密乘佛教 等等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话 我说我们现在的人 都已经是离开佛陀了 快2600年了 已经几乎 我看一下 已经算 还没 对不起 还没有到2600 应该是2570多年了 因为 我记得是 尊者是 1956 好像是 好像是1956年 还是58年 来到印度来庆祝 佛陀元吉的那个时候 2500年 在那时候 在印度有办那个 你看 从1958年到现在 也快70 快60多年了 快70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2560多年 2500 2500 2500多年的话呢 那 以 离开了像什么 龙树菩萨啊 吴卓菩萨啊 离佛陀元吉才 200多年 200 300多年 他都说是 有大圣佛法 有密称的话呢 从 不要说 我们不用从 从学问上来讲 从时间上 他就离佛陀比较近了嘛 我们这个时间来讲 他如果都有说 应该 有的话呢 我们离开了2000 那么多年之后 我们怎么有权利说 这是有 这个 没有一样 所以他们这边来讲说什么 在印度的 祖师 在西藏里面收的 不只是甘朱尔嘛 甘朱尔的 北京版也好 撒加版来讲 也没有这个寄送 看什么呢 在丹朱尔当中 有一个阿瑟里 有一个印度的阿瑟里 叫什么呢 他叫 义 我们义士 就是义士的 就是 根士跟义士的这个义 义的 应该说什么 开大车轨欢喜事 有一个开车轨欢喜事的时候 他在他的 适量论的注解当中 来讲的话 说就没有这个注解 没有这个寄送 第三个原因才是说什么呢 我们看了 在甲朝杰大师 对于这一段的解释的时候 他的文字当中 没有去解释这一个寄送 就是 我们是不是以前跟大家有说过了 你看每一段的根本颂的解释 甲朝杰大师是什么 是把 都会把以上的根本颂的文字 都涵盖在于 他本身的注解当中 他是把根本颂拆解之后 做一个比较广的分析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 如果大家有看过 广论四合柱 他是不是把有些的文字 可能说这两个字中间 他的把那个连接 因为他是古文 他把那个连接词都 拆掉的时候 他们这边的注解 就把那个连接词都会补进去 那甲朝杰大师这边也是一样 他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导装剧 有时候是不是 音在前面 成立法在后面 有时候是成立法在前面 有时候音在后面 总之他都会有 在这个做的时候 可是我们在看 甲朝杰大师对于这一段的解释的时候 完全没有这一个 弱记摊等式的 这一个寄送的解释来讲 所以 这个寄送 有没有这个寄送 或者有没有这个寄送来讲的话呢 是要带观察 就是这个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 或者是另外一个版本 因为在很多的版本当中是 没有这个寄送的为著作的 所以如果可以找到的话 我不知道 或者 好像是什么是 我记得的话 好像是没有 这我不敢说 我来讲 如果 大家不要以我这个为标准 可是我记得的话 好像是 四量论的梵文版是已经找不到了 已经是 找不到 他们说什么 我记得是什么 是 法称论诗 不是有定量 有另外两本 有个叫定量论跟低论 理低论的 这两者的话 这两本是怎么找到的呢 是从南印度的 非佛教徒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 印度教的庙语里面的 他从他的 以前的被 深藏在他的那种 里面的那个图书馆 他们以后 好像是 近几十年被发掘的 大家有没有 因为大家可以 可能今天讲很多故事 跟大家讲 他对印度的历史来讲的话 因为什么 印度从以前 就有一个习俗会 大量的去供养 寺院 他有可能会去对 神像 去供养 金银珠宝 或什么来讲 他很多的这个 印度的庙语 他们会把这个 换掉之后 放在他的 地窖或者一个 宝库里面 这个在南印度 我都没去过这个寺院 可是 以前 他们有一个 他们的阿瑟黎 在的时候 在近几年 我记得好像是 我还没离开印度前的 前几年 他们忽然在他的这个 庙宇的地底下 发现了一个地窖 他打开里面 他说全部是 堆的那个 他里面好像还有 他说好像还有三个这样子的地窖 可是他就全部被 就封起来 就说我们不能再打开 所以他就把它 变隐秘的那个 就不再打开 因为他把一个地窖里面 打开的时候 以前从历史 你看从2000年的那种的 这种的 所累积的时候 所以他们说以前有这样子的 好像是近 四五十年 在某一个地窖里面 他们打开的时候 这里面发现了有 法称论师的 定量论跟理的论的梵文本 或者这个之前来讲的话 这已经都已经是绝版了 和他们来找到了 所以他们 这个来讲的话 他们说以前 连非佛教徒也都在学法称论师的 这个几个理论 因为他的这种的 正理来讲的话 是非常的 应该清晰来讲的话 那总之 如果以后有找到这个 四量论的梵文本的话 应该要直接从梵文本看 有没有这个寄送 可是没关系 我说我们先 因为没有贾超杰大师的注解 我先从这个注解来 我直接来用解释中文 我们在 只能从根本来讲 他说什么 他说 我们先念他 我再把前面解释来讲 他说什么 他说 貪等罪过有法 非是风等之倾果 以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我们刚刚讲 要 这边来讲是根本因 对不对 现在的根本因是什么 是 貪等诸过失为利 不是风 等 还有什么 风 等 言 等之 直接果 对不对 清果 他这边用翻的意思就是 不是他的直接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延续下去 以现见盐增胜后 若身体摔腿 则贪心减弱的缘故 什么 就是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或我们有看到什么例子是 盐 就是 内分泌 或者我们刚刚讲 内分泌 淋巴 等这些来讲 增长之后 因为他的内分泌 淋巴 等 增胜 是什么 使身体衰退 或者使身体变弱 就是 这个内分泌 过旺 你看 我在讲说 我们内分泌过旺 是什么 是不是 我说我们现在有时候有这样子 你看他以前 有可能 我错 如果我错大家要跟我讲 我说 我想知道说 他们为什么最怕是 那个 变成那种 艾滋病 艾滋病是什么 他是说是 自己身体里面的 白血球 来攻自己的 攻击自己的健康的血球 所以他说 为什么他们最怕那个 有得到艾滋病的人 他前面的是不是有 有前半段 他不是艾滋病 他说我是得HIV 他是讲说HIV HIV HIV是什么 是他还没有病 他只是有那个病毒在身上 他最怕什么 他连这个人不能随便感冒 这个人不能随便生病 或者像我们之前不能 不能随便得到 我们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疫情 我们不能得到这个COVID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得到病的时候 他的白血球开始来攻击 他白血球就会出来要工作了 他白血球出来工作的时候 当然他会把不好的 像我们一般的人是 我们的白血球是去杀掉 这些不好的病毒 可是什么 得到艾滋病的这个人的时候 他的白血球已经分辨不出 什么是好的血球 什么是坏的血球 所以他一并的攻击 一并的攻击的时候 所以身体就变越来越弱了 是不是我们有点也像这样子 你看大家是不是到 我们现在很多人 如果癌症 严重的时候 需要去化疗 或需要去电疗的时候 是不是他很多时候 很多人忽然变消瘦了 或者有些人会调罚 我想说如果我们有的话 我想说大家很多人很伤心 我想说我们生人就没差别了 我在笑的是说 因为本来就秃头了 就不用怕这个来讲的话 为什么 你看他为什么会做这个 因为是不是化疗 电疗的时候 他不管你是好的细胞也好 或者是坏的细胞也好 他一并要把它 除掉 一并除掉重新开始 来做的时候 就变成是什么 你看他这边说什么 盐增肾的时候 身体会变衰肉 对啊 分泌过多 白雪球 不受控制的时候 身体是不是就是有变弱 可是 因为身体变弱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也看到说什么 他根本 生不起那种强烈的贪心 他就变成是 贪心也就 因为身体就变弱的时候 他对什么 对饮食 对男女 对受用 可能对这种外在的物质 他就已经都没有 这个贪心就 都一直跟着 来讲 你看是不是很多 我们看到了说 身体被虚弱的时候 给他再好吃的时候 他也吃不下了 以前对那种贪心 都 一点的心情都没有 连吃的心情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是什么 是后面的这两句话看到了 是 这边来讲的话 只有说什么的话呢 是 就是在我们成立法这边 他的成立法 他一定要 因为等一下我们 都是以这个根本因为主 后面的 几个科判 都是以这个根本因为 来讲的话 我们就记住这个 也叫根本因什么 这个成立法是什么 是非是 又或者说什么 不是 风 胆 它的直接果 因为若风 对不起 我应该说不是成立法 我刚刚讲错 应该是因 刚刚在例子 跟成立法 都没有包含到这个祭送 都是在什么呢 在因的时候 有把刚刚以上的 这个两句 两句话包进去 就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看到它是说是 诸患难有别 而无差别故 是什么 是 是 纵使 风等 诸患难 或者 纵使 风等 病 有真胜的时候 而 无 三毒的 真胜的差别决定 是 诸患难有别 所有的这些 三病的 这个患难 有增长的 这样子的差别的时候 或者有这样子的特征 这个差别是什么 是这样子的特征 这样的特殊的状况的时候 而无差别故 而我们不会看到那种 三毒的这种变化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一段的词汇呢 或者这一段的贾朝杰大师的解释 都没有说什么 若即贪等是一切法性者 无能无自信 果 由 何不见呢 所以这一段的词汇 根本都没有在这个解释 没有出现过 或者没有引用到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是 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 或者我们在别的注解 或者注释看到的时候 或者乃至我们可以去看什么是 我不是说我们中文还有另外一本的 《适量论》的解释 就是法尊法师 在他的最后的这个《适量论4》 大家如果有在家里有这本注解的话 大家可以回去看说 在 因为那个是什么是 第一次达勒喇嘛 庚敦族大师的注解的话 H可以查看说 有没有这个寄送 我们就知道了 实际上来讲的话 按照贾朝杰大师 因为我们说什么 大家如果有记住 我已经跟大家以前讲过的话 以前贾朝杰大师来讲的 真正的注解这本来讲 是没有根本诵的 是我们不会看到有一段有根本诵 有一段注解 这个是我们 不要说太远 是我到了印度之后 他才开始有这样子的编排 在我们去印度之前的话 像我这是 我有两本的那个 这个贾朝杰大师的注解 像我这本的是2005的 你看这也快20年了 这个是什么 是第一版的 是第一版的这个 这个《适量论》的注解了 所以大家会看我这个 是翻的那样子来讲 是我们 我记得 这个我那时候还买不到 因为第一版第一刷 是在2001年印的 那时候印的大概只有印几百本 可能是一下就被人家抢光了 因为第一次有这个注解 我是买到第三刷 我在这个之前 因为我们是 你看我1998年去到印度 2000年就开始学 第一年是学 应该说 1998年的那一个冬天 就是第一年的冬季辩论 就开始学《适量论》的时候 所以当然 就买《适量论》的注解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第一次的 这种的注解的版本的话 就根本没有根本送 它就是 是这个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那个时候在贾曹节大师的注解里面 是没有这样子跟本送排进去的 这是后人在把 做分科判 分段落 这个是什么什么的 有在从哪一段的 跟本送 哪一段的结合进去 才把它放进去的 所以他们一直在排这个的时候 就说 这一段落 这一个祭送来讲的话 我们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会有怀疑 或者会只要想去找呢 因为你看其中一个是 贾曹节大师在说 一定是贾曹节大师 他用的这个根本送的版本 也没有这个寄送 或者如果是有的话 贾曹节大师一定会对他做一个注解 贾曹节大师在写这一段的注解的时候 直接是解释了什么 是解释了后面的这个 诸患难有别而无差别 也有故而已 他没有做前面的这个寄送的解释 可是我们 以假使是有的话 我们先看 我尽量来用 直接用藏文的这个 来跟大家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可是我说如果有差别的 或者有错误的 就是这程序是我自己的过失 不是贾曹节 就是我们先从这个 就是直接从根本送来看的话 说什么的话 他说 他说 若即贪等是一切法性者 应该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说什么的话 若即贪等是一切法性者 是什么 如果既以说什么 假使 这个若即是如果 假使这样子来讲说 贪等是什么呢 贪等 这些贪 痴 痴 痴等重心 它有什么 它有一个什么性质 是如果没有这个因 如果它的因没有这个能力呢 它自己本身的本性 也要没有这个 也要没有的 所以什么 无能无自性 所以它的因如果变弱的话 它自己也要变没有的 那自己的因没有这个本能 来生起的话 这果也不会有这个生起 所以呢 果有何不同 那如果所有的因要有这个说 因没有这个能力呢 怎么会说 它的果忽然变成是有 跟这个忽然不相同 怎么会有这样子 何不同怎么说 怎么会有这样子不一样呢 就是说什么 刚刚讲的 就是从后面 它紧接下来后面 对不起 它紧接下来后面说 诸患难有别 而无差别而故 就是说什么 这个因有这样子的能力 怎么会说 可是我们看到说 因为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看到 因没有这样子的差别 可是 果有这样子的差别的时候吗 他刚刚讲的说什么 在因 是 有了 果则没有的时候 是不是刚刚他讲的说什么 说 严等真胜 身体衰弱 但什么呢 贪也跟着一起变得少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后面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是不是他刚刚前面就说什么 是 无能 无自信 果有 何不同 如果 因没有这样子的 本能 或者 因没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呢 那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 这个果怎么会跟这个因是 怎么会果跟这个不相同呢 就是 这个因如果有这个能力了 有这样子的 这种功能都已经具备的时候呢 这个果怎么会说是 没有生出来 或者这个因则如果没有的话呢 怎么会有果是有这样子的果 而产生 何不同 怎么会有 有这样的情况 会这样子 产生呢 可是 应该是从根本颂 如果是直接来讲 就是 有因果法则的这样子的 摊等来说 应该来讲的话 可是我说 应该是这个意思 可是 这个是在 别的 这个 经论里面 常常没有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 就是 知道说 这个有做很多简则 来做这个 这不是 本身在 什么 这不是本身在于 甲朝杰大师就有这个疑惑了 而是说 在以前在印度 的版本 就已经有怀疑说 这是不是 四辆队的某一部分了 好 那 这是应该是在第一个是说 立其这个正因 根本因 所以我们的根本因是什么 这边的根本因是什么 是说 贪等为利 不应该是 风胆等结果 因为 若风胆等真胜 或者 若风胆等变强的话 则 贪等 不一定会变强 我用白话一点 我用我们白话一点 就是说什么 就是 以贪等为利 贪等 贪等 就是贪嗔痴等为利 不应该是 或者不应是 或者不应是 风胆 盐 等三者的直接果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若 应该说 若 风胆等变强的话呢 则 他的果 的 这种的 贪 痴 吃 不一定会变强的缘故吗 所以我们 为什么 他说这个是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看过说是 是 盐 变强的 或者内分泌变强的情况下 但是 贪 变弱的时候 或者 贪 变没有的时候 或者 贪 减低的情况 我们是什么 我们不用看太远 我们在周遭 我们都可以看到了 我们这个 是我们在用限量都可以看到的 这种例子 好 看 我们 这是个根本因了 根本因的话 大家才要知道后面是 要成立其相了 他说 那第二个来讲 第二个科班是什么 是成立其相 是不是 成立其相 就有两者的 这个根本因来的话 他就分什么 有一个分是 中法 一个是 因 一个是片 对不对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 这个中法就是说什么 因成不成立 那跟后面的有没有骗吗 对不对 我说简单 我们不用用中法 或者同品骗这个词的话 他简单的话是什么 就是因成不成 骗成不成 这个因成 骗成 大致上 就是一个所谓的正因了 大致上 大致上不一定是 可是大致上 就是一个正因了 所以第一个来讲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 这个是 以上这个 立出的这个原因 诸患难有别 而无差别故事 是我们至终 是我们至终 是对他的反问 我们至终 对他人的反问 因为他的反问 他的立中 现在是什么 是 封等能生三毒 应该不要说 我不能这样说 封等 我说唯有依靠封等能生三毒 不要 或者会有 这样子会有过失 因为我们说 封等能生三毒 可是不是只有 唯有依靠封等能生三毒 是不是 我说 有时候我们 胆病有的气 就会有的 有时候 内分病过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 瘫也会生 也有这样子 当然有这样子 等等的 因为身体的缘故 有时候瘫 撑 吃会生气 可是我们不能说什么 是唯有身体的差别吗 没有说唯有身体是这样子 那 当然我们至终立出来之后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说的这个应不成 大家如果可以看他说什么 他说 应不成 因为 以有胆知真胜 逼脑身体 而生称呼 我不会说弱位 因为他 我会觉得说什么 这个 他是说什么 我这边 因为以弱位好像是假设 他这边不是假设 是他现在是回答了 或反变 他说什么 你以上所说的那是应不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 他说 因为当胆 胆病增胜的时候 身体会什么 身体会有 不舒服 会有痛苦 他说什么 胆知真胜 逼脑身体 为什么会让身体有受苦 因为身体受苦的缘故 那时候就会生起成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他说 你以上说的那个说 如果 风等真胜 贪等不一定真胜的话 他说这个应不成 是不是这个应不成 根本应不成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当我们看到 胆病真胜的时候 身体就会不舒服了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就会生气了 他是这样子回答 他是这样子回答 他不是说弱位 那个弱位好像是假设 这不是 他是说你说的这个应不成 他反驳了 他又反驳了 他反驳之后 我们至终 这边后面的寄送 紧接着是回答了 所以 是不是我说 这个如果没有看到解释的时候 如果直接从寄送来看的话 常常很难看那种 什么是至终 什么是他方 因为这个他方 根本如果没有立出来的话 后面为什么会有这个辩论 会紧接着什么 我说如果是 你要我这样子来讲 我不看注解 有时候的科判 如果你把它分在这个阶段 我看这个根本的时候 我可以解释 可是如果你没有 你给我一整篇的这个 适量论来看的时候 我很难分出什么是至终 虽然已经看过了 已经都独熟了 已经都这样 你说你马上这样子 所以我是不是 我说我记得 我在的时候 尊者还有说 如果有一个人 在当今可以说什么 他可以不用看注解 看说如果可以直接说解释 适量论 就直接拿 不要说是背诵 直接拿起来 就可以做注解的话 他说这个人应该是通达了 跟应该说正量师 跟法真论师是相等的 我们很少人也可以说 我拿起来我就可以直接读 读懂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看我不要说别的 很多人问我们说 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看佛经 我说不要说看佛经 我说我直接看法真论师的 这个适量论的时候 我如果没看注解的话 我会有很多很多的曲解 有很多错解 很多我用随我自己的 我说我当然我可以 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解释 可是大部分我会 在这个时候都 我一定会出错 我一定会把很多字中说成是他中 把很多他中的东西说成是字中了 如果对法真论师的 法真论师跟佛陀已经离开了 大概有 快将近一千年了 我说你看 离开那么久的之后 文字上来讲我们都可以这么容易 我说我不知道大家 可是如果对我来讲 都很容易看错的话 更何况是看到佛陀所说的 经的文字 我们很多是随着我们意识去做曲解 随着我们意识来讲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那时候 钟大师常常解释就是什么 要依着无构经论 他要有依着传承的意思 主要就是这个 他是依依依依的有主师大德的经验 有依着主师大德来讲 很多人会问说 你们为什么都读论不读经 没有 是大家都是要读佛陀的经 没有一个人不是要读佛经的 可是佛经的这个东西 你不依靠注解的时候来读的话 这个根本是在你 你不是在读佛经 而是在读自己的意思 我自己喜欢读什么 所以我说是不是我常常讲说 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常常说什么 引用心心 无眼耳鼻舌生意 所以你什么都不要执着 因为没有眼耳鼻舌 这个就是自己对他的解释了 或者我说我以前还听过人家说什么 他对观之音菩萨就在做一大堆的解释 观之音菩萨是什么是观察之间 我说在藏文的观之音菩萨 或者观之音菩萨是什么 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名声而已 他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跟摄利佛在对变 观世音菩萨这样子说 世音菩萨这样子回答 世音菩萨这样子问 观世音菩萨这样子回答 都是这样子一个问答问辩的来去做而已 他没有要进一步的说 什么对观之在这个解释来去做的 所以这边很重要的是什么是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注解来讲是这么重要 或者论点是这么重要 他在论点当中是无够精论的 跟有传承的论点的重要性是在这边 好 所以他这边说什么 他说 什么来讲的话呢 大家来讲的话 这边应该是 讲的话 我们这边是 应该算两句又一半 两句又一半 因为前面来讲的话 应该对不起我刚刚说 说多了应该是 五句又一半而已了 以藏文来讲的话 他是五句又一半 他刚剩下来的那一个 第五句的一半 跟 后面的两句话呢 是什么 是在这个科判 就是这个科判的根本宋 他说什么呢 他是刚刚讲的 我们如果看的话 这一段的这个分法是什么的话呢 他说什么 他说 不成者 是前面的说 仅有 而许 因非 因不成 这个因不成是 前面的这一半 这样的这个 不成 那 后面的说什么 他说 不是 应该全面之后来讲 是说 仅有 而许 因非 因不成 应该说 菲尔 是 他把他导过来 就是 菲尔 因不成 不成者 菲尔了 这个是什么是 他把他导过来 是 不是 因不成 就是不是因 我们看这样子 他说什么 后面来讲的话 以 所以他前面的这一句话 是在于 成立法 而 后面 后面一句呢 是在什么 在因 以见有一切 并变化 皆能变化 声称 到这边来讲是 应该说是 应该 在藏文的话 它是 一句的 来讲是 以见有一切 变化 皆能变化 声称 故彼 因为一切之果故 是这句话到这边 这是第二句 就是 一切变变故 一切变变故 看在后面来讲 还是后面这一句的 仅有 仅有而许 因非因不成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是说 以你刚刚以上的这个条件 仅仅以你刚刚以上的条件 说什么 就是 有胆病 使胆病 使身体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 会生起 成心的话 这个不代表 我以上的那个根本因 是因不成 有没有 仅以 你这样子来讲 仅仅 假使 假使 你这样子 仅仅是以刚刚 你说的这个条件来讲的话 不应该说 我的根本因是因不成 所以 比较复杂 非耳 不成者 是什么 非耳 仅仅 以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不代表 我的那个根本因的因不成 是不是 我们要跨越两个科判 什么 仅仅你说的那个状况 仅仅以上的状况 是什么 仅仅你说 仅仅以你刚刚来讲的 说 有 胆病 身体 身体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 使身体 成心的时候 不代表 我说什么 我说 三病的真胜 不会代表有三毒的真胜 是不是有 刚刚以这样子来讲的 以刚刚 以上来讲的话 你说 你的那一个 你仅仅以那一个的 仅仅以你所承许的 不代表 我的根本因是 因不成 或者 不是代表 我的 所说的根本的因的 因不成 所以这个比较 因为他的这个思维 或者用的用词 跟我们一般的中文的用词 比较不太一样 是双重的否定吗 你的这样的说法 好像是 成立了 就是 已经承许了 以你刚刚你说的那种说法 不代表 我所说的根本因的 因不成吗 是不是 大家应该可以听得懂 应该可以 我说 你所说的那个说法 仅仅那种说法 不代表说我的 所以 来讲的话 那 为什么呢 为什么来讲的话呢 因为说什么 因为 如果 按照你说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因为你这样子说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 所有的病情的变化 都能 我们都有看到说 能生起 称恨的缘故 所以你这样子来讲的话 称恨变成是 所有一切病情的果了 因为 如果是按照你刚刚的说法来讲的话呢 怎么样的这种病情 都可以生起 称恨 按照你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话呢 它有什么样的病 什么样的病的变化 这边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 一切变 一切变 所以 任何一样的这种病的变化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它 生起 称恨的缘故 所以 如果按照你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什么 那 折什么 一切的病情 或者这个称恨变成是什么 应该是这一切的果了 说 你这个来讲呢 按照你的这种说法来讲的话呢 折什么呢 折变成是 一切的 一切的变成升级 一切的变化 这个是不是前面来讲说 一切病变的变化 都可以生起称恨的缘故 则称恨变成是一切病的果了 到目前为止 这是我们至终 它反过来 所以你应该就变成什么 你不应该是说 是 炎能生 对不起 是胆能生称的 是所有一切的病都会生称 不管是炎也好 胆也好 风也好 都应该是会生称的 只要有病的变化 都可能会生称的缘故 好 那最后一句是所说什么 所以是不是 一切变变故 这一切变是什么 一切病变的变化 都能 应该都能生起了称 因此称应该是 一切病的变化而生 它是变成这样子 以建有一切病变化皆能变成变化生称 故彼因为一切之果 就应该是为一切的这些变化而生起的 那如果什么呢 那后面来紧接着说什么 亦非一切生 它叫什么 就是 那比称心 亦因非从一切病直接生起 已有三病等分者 称心相投之过故 什么来讲 就是后面的亦非一切生 什么来讲的话 这亦非一切生什么的话呢 什么又应该来讲说 如果你这样以上承许的话呢 那什么 这一个称恨 不应该是从一切的病而直接生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 有说什么的话呢 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说什么 他说 如果三者并都相等的 三者并都相同的 他说什么 已有三病等分者 称心相同之过故的时候 什么代表说什么呢 那你如果是说什么 这应该来讲说 来讲的话 说什么的话 应该我们这样来讲 他辩论就变成说什么 如果有称恨的话呢 则什么呢 这三者并都要有了 因为你说什么 这个称恨是由三者并而生起的 那 如果 这三者并是相等的 平衡的 来讲的话呢 说什么的话 都变成说 都有一样的称恨的 这个来讲 来讲 说什么的话呢 不应该是由 由这个三者生起吗 因为 凡是有称的话 这三者都是要由这个三者而生起的 按照你的说法来讲的话 是不是从一切的称恨 是从这个人而生起来的话 有这个称恨的话呢 这三者都要有了 又要有炎病 又要有胆病 又要有疯病 又要有疯病 为什么都有称恨的缘故了 只要有称恨的话呢 应该是从什么 这三者并相等的而生起 都会变成什么 有相等的 相等平等的这种过患 就会产生了 按照你说的 如果你说的这个说法来讲呢 好 那第二者说什么呢 这个骗也是成立的 这个骗是怎么成立的呢 他说 成立作骗者 他后面的这个寄讯就是什么 就是 若因增长时 果不可衰减 犹如凡热等 那说什么的话呢 这边是 好 这个是我们至终的 我们至终来说 这个骗部是承许的 说什么的话 他说 我反而 我会觉得他那个 这个引号 会让我错乱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 边境 他要说 他有可能是想说什么 因是谁是盐 果是谁是贪心 可是他中间 我不知道大家这边 有没有一个好长的引号 我反而会让我这边 会觉得错乱 我比较 不容易看得懂 他要写什么 这是 那说什么来讲的话呢 这边来讲说什么 我们说 若因增长时 是后面这边的 就是在刚刚的第一个因 就是应该是说什么 是 这个因 你若因盐增长时 则果贪心 即便不增长 但不可衰减故 到这边来讲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原因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的话 是什么 是 他的辩论 我说 与前根本因 应有周骗者 这是他的成立法 就是说什么 我们在根本根本的原因 应该是有周骗的 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 要回想到刚刚根本原因 我是不是我一直在讲说什么 贪等为利 不应是风等的直接果 因为风等若增长 则 三毒不一定增长的缘故 是不是我们这个是根本原因 中间的各样的原因 大家不要被误导了 我以前 我记得我在看四量论的时候 我常常会 因为越拉越远 有时候根本原因都会忘记的 根本根本因是什么的话 我们这边根本因是什么 是 若风增长 则三毒不一定增长的话 则一定代表说什么 则代表说 它不应该是风等的直接果了 这是有骗的 我们要证明这个 是 这个他是不是要证明说 所以 与前根本因 应有周骗的 什么周骗是说 若风等增长 则三毒不一定增长的话 则代表说 贪等不是风等的直接果 对不对 我们说 这个是我们要证明说 这是我们根本的骗 他说 所以 与前根本因 应有周骗 什么 为什么呢 他说 你若因 盐增长时 则果贪心 即便不增长 但不可衰减固 为什么来讲的话 这一定要 我们刚刚讲 有真圣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呢 我们说 纵使是 如果你刚刚讲说 盐是因 贪是果 盐是因 贪是果的话 我说纵使我看到盐 增长 那个因在增长的时候 纵使那个果 贪 没有增长的话 则不会说 因为盐增长 则贪 降弱吧 那样子 我说纵使他没有增 他应该是维持在一个 同等 相等的 哪有说 因增盛 果则变弱 那或者 果增盛的时候 因是很弱 则果变增盛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吧 对不对 我说 因强烈的时候 果则会强烈 怎么会说 因强烈的时候 他没有维持同等的程度 反而是 变弱的话 这讲不出来 像说什么 他说 例如说 这是我们的 比如说什么 例如说有 胆病增盛的时候 什么那种 热脑 或者那种 很热 身体会热 这是什么 是跟着会增长 我们会 你看有没有 胆火旺盛的时候 这个人就 他会冒汗 或者整身都会觉得很热 我们是不是常常讲说 这个人很 这个人很容易热 比如像我 我应该说 我应该是那种很怕热的人 可是我说我怕热 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被训练在印度 不得不这样子 就是什么 我应该是 我比较怕什么 我觉得我是怕那种闷 我朋友很怕闷 热我还好 我发现我热 再热 我有风 我还好 可是我没办法受 我比较受不了 那种 像我们台北 就是在盆地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 所以我说我在上蜜院 最辛苦的时候 是什么 我记得 因为大家如果以后去 达沫沙拉看 大家如果看 我们去达沫沙拉看过去的话 大家看看那个风景 有一个 像有个山谷 以为很远的 那没有多远 那就是在上蜜院 上蜜院就是在那个谷下面 它是开大概 25公里 15公里 20公里的 往下的路 它在一个谷 山谷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 我们上蜜院天气很好的时候 达沫沙拉那边都在下雨 或者我们常常看到 你看那个 黑乌云在那边变化 那下面都是 我们那边都是温暖的 可是最怕的是什么 是 像这个季节 是我们在上面的时候 最辛苦的时候 为什么 那时候是他们 要种田的时候 所以田都要放水 都是要等最热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什么 那种蚊虫 穿不起来 它那时候 因为天气又热的时候 我那时候最怕什么 上面那时候会有跳蚤 跳蚤很辛苦 那个跳蚤每次咬都是咬什么 他喜欢咬嘎吼 或者他咬脖子 或者都是咬这种 最细皮嫩肉的地方 很奇怪 他都咬这边 整身起来 整个手都是那种 红斑 每次看什么 在自己枕头上面 大家如果没看过 那个跳蚤 那个很恐怖 那个是 它扁扁的 扁扁的 那个说什么 刚开始 那个 一看到他整个屁股都是血 那是自己的血 那样子 都在那边 所以那时候我都在剪 那又很生气 我可是又不能杀 他就把他剪出来 把他丢去外面 剪出来 丢去外面 剪出去 丢在外面 每次都这样子 这段时间就是 上命院最辛苦的时候 那就是 他那时候为什么很辛苦 因为他跟我们台北一样 他是盆地 看我们台北 你看我们现在他还不会放水 我们这边没有什么 台北现在没有田了 可是那边是什么 放水的时候又热 所以整个热气都 闷在那个山谷里面的时候 所以这一个月 那时候我记得是 上命院最不舒服的时候 经过那个之后就好了 所以在台北这个也是 就是这个闷的时候 那他这个什么是 你看我们说热的时候 是不是人家说什么 这个人的胆可能不好 他很容易冒汗 很容易排汗 那个什么 可能有胆有问题 或有胆病 我们是不是一般来讲就是 所以他说你看 胆 胆跟什么有相关呢 是那种热的病 有相关的人说 所以胆增胜的时候 热脑就会 他不是烦脑 这个热脑不是烦脑的意思 是那种会有体热 会有的话 这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 哪有说胆增胜 这个人还是寒冷的 没有这样子的 或者说他没有热病 或者只能保持在 维持在这个情况 没有说是有胆病 真的很旺 他还说他越来越不热 越来越冷的那样子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结果是不是说什么 你说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是 盐是贪的因的话呢 不可能是盐增胜 贪降弱的 纵使他没有增胜 他还是维持在那个情况 没有说是盐增胜 贪便弱了 所以就是根本的因 我们知道说什么 是有盐等三病的变化 不一定会有三毒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什么 这个三毒不是三病的结果了 是不是 是根本因 大家如果根本因的时候要记住 是刚刚那个根本因 是什么的根本因 所以刚刚来讲的话 是不是我们说 如果因增长时 果不可衰减 果不可衰减 这是因 根本因是成立的 因为因增胜 果应该也要增胜 纵使没有增胜 则不可能是减弱 就是什么呢 如果有胆病会觉得身体 这不是心里的烦热 是身体的 身体会觉得 身体的那个体热会增长的一样 哪有说是胆火增胜的时候 反而不会觉得烦 或者不会觉得热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来讲的 好 那如果现在他说 现在是他反变了 那我们一直在变他说什么 你说的不是这种风等的 这种三病的这个果的话 他现在好像有一点 我们以前我看到就说 他有一点生气了那样子 就有一点说 那你这样子说的话 那你认为是什么病呢 你认为是什么因 你认为是什么因呢 他说什么 他说若问 应该说不是若若问 他就是他就会反驳 或者反问说什么 那么彼等之音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这样子的 你说我说的这种的 三病 都不是三毒的因的话呢 那你认为 你认为三毒的因到底是什么呢 你认为三毒的因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 后面就是我们的回答了 就是至终的回答 又是第153季这边来讲 他就是应该说一句又一半 或者两句 我们就两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什么呢 他不是外在而生 他主要是什么 从内在而生起 我们这一边所谓的 Tandem的生起来讲的时候 是什么呢 是从他的内在的苦乐的感受而生起 而不是从所谓的什么 从他外在的变化 那可能说什么 你看我们说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常常举 他说从外在的来讲 生起的话 不一定会有这个变化 你看说什么 他说 贪 痴 等内心的这个变化 贪等这个内心的变化 以及贪等的这种增长跟衰减 是什么呢 他不是 井井 不是唯有 从 什么 所以他说贪等的变化 贪等的变化在什么 他的增长 衰减 这个是他的变化 不是贪等本身 他这边要举的是贪的增长以及衰减 这种贪的衰减增胜 贪等的变化 它是有什么呢 它不是仅仅由大种 不是仅仅从外在的条件而生起的 是不是 我们这个来讲 你看 如果说仅仅从外在的条件生起的话 我们有些人会生起贪的话 会增生 为什么别人不会生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你看我说 可能我很爱佛像 我很爱经书 别人不觉得这是一个宝 像我说你看 大家可能看到说什么 我不是跟大家讲过 我说可能我觉得我房间的那个 泥巴做的佛像很珍贵 我对他可能就有眷恋的 可是一般人对觉得那是什么 那是泥巴做的有什么好眷恋的 这可能是什么 是金银珠宝做的 大家觉得这个很好 我觉得那是新做的 那没什么 或者我说 现在我举一个什么例子 我上次不是在说什么 我每次是在看到那个什么 电视购物台 别的我不知道 可是我现在看到我们台湾的电视购物 或者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说我最近才看到我朋友他在美国 他看到 因为别的我不懂 我们看到他画了一个 他去哪一个 去那个大峡谷旁边 他看到有一个 现代人画了一个蓝色的度母 爱不释手的 那样觉得 这个多好 他画了多少美金去买了 我说 你拍给我 我说这个我根本 不会想要 因为什么 那个线的线不对 画法画的不会 不成名堂的 那个颜料颜料不对 蓝色蓝色也不对 没有度母是这样子的 那个 因为它是什么 你说它是绿度母 它又是盘腿的 你说它是白度母 又没有七个眼睛的 什么都不是那个 又不是白度母 又不是绿度母 什么都 就不成听统了 什么都 乱话 我觉得 可是他一直说什么 这个我爱不释手的 我多爱多爱了 你看说什么 是如果真的来讲的话 是不是你看 同样一件东西 外在的话 为什么有些人 就会生贪 我就不会生贪了 所以不代表说 一定是由外在的条件 外在的因素来说 而是说什么呢 它的因是什么 是从那个 热受跟苦受 他刚刚我那个朋友 他看到那个蓝色的肚母 他可能觉得说 他看到有多欢喜了 来讲的 他生起来就生起一个热受 热受之后 他去摊着这个热受 可是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根本没有 没有线 不如法 画的也 我觉得 画的歪歪的 或者有些什么是 可能是现代艺术 像什么 那个皮卡索的 有整个是 这样子画肚母的时候 我觉得肚母不是这样子画 或者像我 像我知道很多现在人说什么 有画那种像什么 卡通版的那种的佛像 我说像我的话 我觉得 如果是我 我觉得 你可以画卡通版 你什么都可以画 可是对那种佛像 我觉得 我不会喜欢那样子 我就是纯粹个人的感觉 可是我说 因为我觉得是 我去 对佛菩萨 我不是为了 可爱 那种 Q版 或者那种来讲的 我是 以佛菩萨来请敬重 来去这样的思维 而不是为了商业行为而去做 所以我没办法 对这种 不管是神也好 或者佛菩萨来讲 做这种好像 可爱版的 你可以可爱化 你可以可爱化很多东西 而不是可爱 这种来讲的话 是不是 这种因生起那种的贪与佛 是跟乐寿生起为内心 这个乐寿来做的来讲 可能你看 我刚刚看到那个佛像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那种苦寿 所以我当然就不会跟着 不会生起贪来讲了 可是人家看到的时候是什么 我觉得很欢喜 所以他当然就会有那种 可能会有那种 眷恋 贪恋来讲 所以我们来讲的话是什么 我们这种的贪等的增长 是跟什么呢 跟致阴的热寿跟苦寿 它的直接阴 或者真正进取阴是什么呢 是与内心的寿有关 而不是从外在吗 对我们说 你看有些人 我常常是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 如果是从四大的变化来讲的话 我们最明显是什么 最近季节是不是又什么 开始又是流连季节开始了 有些人看到榴莲就觉得 一闻到那个味道就觉得好吃 或者说就是那种 内分泌就开始流口水了 可是有些人说 怎么这么臭 这样子等等来讲的话 是不是跟着那个味道生起的 热寿跟苦寿生起才会有 我听到这个我就开始流口水 想要吃东西了 有些什么就想要跑掉了 等等来讲的话 真的是跟着寿而走 那个感受来走 而不是从外在的物品而走 所以那是我们说这个因的 好 那后面又有一个辩论了 又有一个辩论 我看我能不能把这个科犯讲完 这个科犯可能讲不完 我把这个辩论 我们讲完之后 我们在今天来讲 最后一个辩论 他说什么 那他又来了一个辩论 他说什么呢 那不等分身苦若不生贪者 这边来讲是他的辩论 又是他的辩论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若缘从三病不等分 不等分中所生苦受 做贪心之障 而不另生贪 故于警戒某些人有违缘所持 导致不生果而破坏因果实在过分 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说什么 他说因为是什么呢 假使 假使 说什么 有些人是什么 他的三病不等 就是不平衡 我们 是不是在 他说在藏医也好 或在来讲说什么 他说我们身体会不舒服是什么 不平衡的嘛 或者说他在这边的三病 不平衡的时候 平衡的时候不会生起 不平衡的时候就 生起的时候呢 他说什么呢 可是说什么呢 他说 有些人是什么 是因为他的三病 不平衡而生起来的什么 生起了苦受 他因为这样子苦受而什么呢 而作为生起贪心的障碍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如果来讲的话呢 是某一种情况啊 是只有这样子的情况 而生起来讲的话呢 是偶而偶然偶然就变成什么呢 是变成是 违缘了 但是 如果你说偶然的这个违缘 就不生果的话呢 你说因果就不成立的话呢 这太过分了啦 他是说什么 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看我们刚刚是说 我用刚刚来讲 我们是说 你看我刚刚说 如果有延伸起 不一定有贪生嘛 他会降弱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 你说偶然的 那是特例嘛 特例的例子来讲说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 延伸起身体变弱 则贪也会变弱的话呢 这什么 在这种三毒 三病不平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因为这样的不平等 他生起了什么 他生起了苦受 他因为生起苦受的缘故 应该刚刚讲嘛 他是 因的不平等 三病不平等的时候 生起了苦受 苦受导致贪不生起的时候 是那个苦受影响了 或者导致了那种贪生不起来 不代表说不是盐 没有生起贪 是这个苦受在作祟 捣乱了 而生起的时候呢 在这个情况 他偶尔偶尔因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违缘 因为那个什么 苦受的违缘 跑进去搅局了 不让这个盐可以生起贪 一般来讲的话是盐可以生贪 胆可以生吃 胆可以能生撑 风能生吃 可是有时候搅局 就我说搅局里面 可是肋生起 肋生起的时候呢 后面撑就没生起了 或者刚刚讲的盐生起之后 中间有一个强烈的苦受 和没办法使贪生起的时候呢 因为有这样子的违缘呢 你说在偶尔偶尔的这种违缘 使这个果不生起的时候呢 你就说这个因果就不成立了 在这样子的特例 你说因果法则就不成立的话呢 这个太过了啦 你说的这个太过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是不是说什么 他说你看我们说 不等分身苦 若不生贪者 是不是这个根本说 就说什么 如果三病不平等的时候 而生起了苦 和这个苦导致不能生贪的话呢 则你说的这样子 你这样子就否定了 英国法则的话呢 你这样就太过了 这不是我们至终 这是他方的辩论 所以他还是说什么是 他的认知还是一直说 盐跟贪是有因果的 胆跟秤是有因果的 什么跟那个我们说 风跟痴有因果的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看是不是 我说我们在偶尔偶尔的 我碰过的 一些修行者他们说什么 他身体的变化 人家就觉得说很讶异的 我举一个 我知道的例子来讲的话 我知道他们说 以前的第16是干嘛吧 就是大宝法王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他是整个得了很严重的 我记得是 好像是肺癌那样子 或肺功能到变非常低 他说那时候 你看他已经是 30多年前 40年前的 在芝加哥 在芝加哥的时候 他这样子看病的时候 医生说以常人来讲 这个人已经早就 枉生了 或者不是枉生 他应该有极大的苦受 他们说每一个医生 去看内室的大宝法王来讲 是大宝法王在跟那些医生们开玩笑 和逗他们的哈哈大笑 他说怎么有这么奇怪的病人 他身体应该是极大的苦受 应该是极大的不舒服 应该是极大的痛苦的时候 他还在那边跟我们哈哈大笑 他还在安慰我们医生 他说你们今天已经做到 你可以做了 我这个身体已经就 这样子在安慰这些医生的时候 这些医生都觉得很奇怪的时候 这就是说什么 他就说我们这个来讲的话 一般的在现在的医学 都还是很多这种 他说如果你身体这样子的话 你的感受应该是极大的痛苦 你的身体如果这样子 应该是很舒服的 可是你看我们说 是不是有些修行者也是 他说像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说有些人很爱那个香水的味道 可是我现在到这样说什么 我说你再喷的再香我 或者那种 我就觉得浑身不自主了 我很不安的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习惯了那样子 味道那个觉得说 怎么那么 人家可能觉得很香 或者我说人家走在路上那个 我每次跟人家说我走过 他怎么受得了 这样子好像倒了一瓶香水在身上 可是我说觉得奇怪 怎么有办法受得了 我觉得好臭 可是对他来讲怎么觉得说 很好闻 是不是 这个来讲的感觉 生起来的感受 来讲的话 它不是一定是外在的条件 很多人觉得就是 这个外在的条件 或者可能觉得我们来讲不喷的 或者不做的 这个人怎么有一个怪味道了 等等来讲的话 是不是 他生起的感受来讲 有些人到现在为止 不要说太远了 你看西方科学也好 或医学来讲也好 如果有这个病 他应该就要有这样子的感受 有这样子的病 有这样子的感受 或者没有这个病 就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感受 来讲的话 或者他说 这个他的脑没有这样子 他不应该有这样子 我们常常讲 你看 特别是什么 现在是我们常常讲的那种 他在死亡之后的 已经没有脑坡了 已经没有 或者我们说什么 不代表说他没有感受 没有意识 反而那时候的感受 那时候的意识是更强的 按照我们佛学来讲的话 是跟那种的脑坡是 没有关系 跟这个外在的 来讲是没有关系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要看他是说 好像什么盐 人 胆 风 而且他只是举一个例子 可是很多人现在还是觉得说 什么 这一定要有外在的东西 才会有某某的觉受感受 或者他有这样子的病 他就不能安乐 或者有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为什么有些人是有病的 他可以安详自如的 这种身体可能有极大的不舒服 可是他内心的修行 内心的感受是够的 或有些人是什么 内心自如 根本身体根本没有不舒服 可是内心是极大的痛苦 像我们现在什么 我现在常常碰到有那种 有什么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种 内心的所谓的什么 忧郁 焦虑 什么各式各样的话 他身体可能是好好的 一点病都没有 他什么 他自己造作什么 他牙齿痛 头痛 心脏不舒服 什么等等的 这个焦虑的都开始来讲的时候 都有的时候 这个就是说 这边他举的例子 虽然我们这边来讲 好像就只是在讲说 什么盐 疯 胆 可是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的 很多的说法要 或很多的认知 跟这个还是一模一样 有这种错误的例子 这边就知道说什么 真正的内在的感受也好 这边他一直用贪嗔痴来讲 可是不只是贪嗔痴 可能是什么 一直说我内心的修行 我内心的善心 也不一定是跟着我的外在来走的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这个点来讲的话 他这边来讲的话 很多内在的修持 很多内在的 这个来讲 跟这个外在的条件 跟外在的世大 风大等等 是没有一定的这种的相关联系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慢慢 这个大家应该都慢慢 都比较听得懂 我只是把这边的文字 讲清楚一点而已 这个我们应该等于说 有一点像当复习的一样 或者新的例子而已 可是这个道理或者这个正音 大家应该都有听懂的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请合掌回响了 好 那我们就请合掌回响了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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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